Hello 家人们 我们现在是在2023广州国际车展的长安汽车的展台 现在我就带着大家看一看 长安汽车一口气推出了三款新车 到底有哪些亮点 那这次推出三款新车呢 分别是起源的A06 A07 以及呢Q05这三款车 那A06呢是主打的紧凑级的轿车 A07呢是中大型轿车 Q05呢主打的是质电的这么一个纯电SUV 那现在我就来到起源A06的旁边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车身呢是采用全新的设计 给我们呈现出这种非常低姿态的呈现 而且呢在前两个设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采用了这个封闭式的这么一个近期格杉的呈现 但是整个格杉呢给我们呈现出非常灵动的感觉 它里面这些非常折叠波纹的元素 是不是看上去更加的呼吸感十足 而且在大灯设计方面呢 它也是采用狭长式的灯带设计 这种狭长的灯带设计呢 加上这种非常犀利的前脸 整个给我们这种非常强烈的冲击感 车身侧面呢 它是采用更加简洁流畅的线条设计 而且呢加入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 持身尾部呢是采用当下流行的贯穿式尾灯 新车下方的排气造型呢 是采用中置双出的排气 提升辨识度 车身尺寸方面呢 长官高分别是4720毫米 1838毫米和1435毫米 轴距更是达到2750毫米 在内饰方面呢 依旧延续了家族式的内饰风格 悬浮式的中控屏 搭配这种三幅多重能方向盘 营造出十足的科技感 而且这台车呢 是采用这种一体式的座椅 并采用灰白双色拼接 在动力方面呢 长安起源A06呢 是搭载1.5升发动机 加电机组成这么一个插混系统 现在呢我就站到了起源的Q05旁边啊 我们可以看到整车也是采用全线的设计员 而且呢我们发现 它也是采用这种全封闭的前脸设计 它的方面呢也是同样 是采用这种非常犀利狭长的这么一个呈现 而且我们发现啊 它这个日间行车都也是非常有特点 它是采用这种竖向的排列 所以呢点亮起来呢 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 机器盖上上扬的这个金线 是不是让它的前脸更富有攻击性了呢 侧面设计呢显得更加简洁 比这腰线呢 从头灯贯穿到尾灯 Q05呢是在车窗周围呢 是融入这个镀铬装饰条作为装饰 搭配这个薰黑的后视镜 以及五幅铝合金的轮圈 带来了非常强的时尚感 来到车身尾部呢 起源Q05 它的这个尾灯造型呢 与头灯是遥相呼应的 没有采用当下非常流行 这种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搭配后包围的这个扩散器装饰 提升了整车的运动属性 在内饰方面呢 长安起源Q05呢 采用了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废嵌式的仪表盘 加悬浮式的中控屏幕 搭配长安汽车标志性的 多功能方向盘 整体看上去科技感十足 而且在内饰的呈现方面呢 也给我们提供了雅志松 以及呢静米辉两种内饰配色 动力方面 长安起源Q05 将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电动机 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81千瓦 电机总功率为158千瓦 续航方面新车将提供60千米 125千米 两种纯电续航里程版本 那现在呢我就来到 起源A07的身边啊 起源A07呢 是主打的是中大型的轿车 而且啊在前辆设计方面呢 它是采用这种浮光的设计美学 所以呢看上去非常的优雅 而且在前辆我们找到这种 贯穿式的大灯设计 这个设计呢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点亮起来呢 相当具有辨识度 下方呢我们也找到了 它加入这种黑化式的装饰条 所以呢让整个前辆呢 又突出了一些运动之风 来到车人侧面呢 它的线条呢是非常流畅的 而且呢采用六倍式的设计 搭配车窗边框处的这个杜戈式条 进行点缀 非常强的时尚感呈现了 而且啊 长安起源A07呢 还采用这种隐藏式的车门把手 以及呢无矿式的电信门设计 配备了大尺寸的低风组的造型论圈 来到车尾部呢 我们可以看到略微上翘的这个 压尾式的绕流板 结合纤细修长的 竖质非叶的这么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相当具有辨识度 在车人数的方面呢 长光高分别是 4905毫米 1910毫米和1480毫米 轴距达到2900毫 做到长安起源A07车内 我们发现 它是抢这种悬浮岛屿的设计灵感 形成这种环泡式的风格 但整体感觉呢 是非常简约 而且呢 它还取消了传统的仪表盘设计 采用了AR HUD的台风显示系统 搭配了15.4英寸的 悬浮式的中控屏幕 造型非常新颖 双浮式的多功能方向盘 科技感也非常熟 而且在中控台等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想用这种 实木触感的木纹式板 进行了点缀 这款车呢 还全系标配了IACC 智能领航系统 那在动力方面呢 长安起源A07呢 是基于长安EPA1平台来打造的 它提供增程版和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 其中 增程版的车型呢 搭载最大功率70千瓦的 1.5升增程器 电机的总功率呢 是160千瓦 CLTC纯电续航里程 可以达到200公里 综合续航里程呢 可以达到1200公里 纯电版的车型呢 电机总功率是190千瓦 续航里程为515公里 5.5升 5.5升 6.0 3.1 5.5升